歡迎回到博恩夜夜秀 各位觀眾 接下來這位來賓 我非常非常開心可以邀請他到今天的現場 因為他是在綜藝圈以及單口喜劇圈裡面 唯一可以都混得很好的人 他是這個喜劇界的貴公子 如果說他是台灣戰力喜劇的第一人的話 通常只有他一個人會反對這種說法 各位觀眾我們來掌聲歡迎黃豪平 哈囉大家好 我是黃豪平尖叫聲 我是黃豪平 我不是黃一豪 我要再強調一次 因為現在已經有一些韓粉跟互加盟 他會跑到我這邊來罵你知道嗎 我就是脫口秀界的謝祖武 我現在很無辜很無辜 特別強調 特別強調 我覺得非常開心今天能夠來這個地方 博恩夜夜秀 博恩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存在 你知道我每一次發新段子 放到網路上面 很多網友都會在底下留言說 這個比博恩好笑 這個比博恩尷尬 對我來講 他就是個度量痕 他就是記者用的營養午餐 今天這個笑話大概3.5個博恩 18個賀龍大概這樣 所以能夠來這邊夜夜秀上面講脫口秀 這是我的夢想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說真的 這段時間我有在辦自己的秀 然後每次辦秀的時候 剛好都在星期六晚上 就跟夜夜秀直接撞 所以有一些粉絲呢 他們會看夜夜秀不能來我的秀 但前陣子有一位粉絲直接跟我講 他說豪平 豪平 我跟你講 我以前是博恩的粉絲 我現在看了你的表演之後 我跟你講我好喜歡你喔 我跟你講今天晚上夜夜秀也有秀喔 我沒有去他的 我去你的 我才去你媽的 注意你的態度好不好 所以很開心可以來到這個地方 但我不知道你們會希望 我講什麼樣的段子 我知道你們很喜歡聽政治的段子 但我其實不太喜歡講政治的東西 不是我怕表露立場 是因為我覺得我講東西 有時候大家會誤會 舉例來講 我最近一次被人家要求 要表達政治立場 是前陣子 民進黨總統民調初選的時候 他電話民調的時候 他打來說 您好 我們這邊是民進黨黨內 電話民調初選 我們想詢問一下 蔡英文跟賴清德 你想要支持誰呢 我心裡面是沒有什麼偏好 我只是覺得如果女生當總統 對整個陽剛味很重的政府 會是個好處 所以我想說 好我要回答蔡英文 但好死不死 那天晚上 我拔致齒 你們知道拔致齒是什麼狀況嗎 你講話 這樣子 我沒有在模仿什麼族群 不要隨便給我截圖上傳 你們已經弄死曾博恩了知道嗎 反正呢 我當時心裡面想的是蔡英文 她問說你好 蔡英文跟賴清德 你想要支持誰呢 我心裡面想的是蔡英文 但出來的聲音是 好的賴清德幫你登記好了 好的賴清德已經幫你登記好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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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不要罵幹屁鳥我沒有錄音 所以我不喜歡表露我的政治立場 我不喜歡去碰這麼嚴肅的話題 所以我們今天來聊一些比較無傷大喲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基督教的玩笑 我有一個剛考上駕照的基督教朋友 這位朋友呢 他考上駕照第一個周末 他就問我說 豪平 我這個禮拜啊 教會有聚會 你要不要來聊聊天 來聊聊天 我說好啊 我沒去過 但怎麼去呢 我載你啊 我說 你確定嗎 你剛考上駕照 你的技術 你的經驗都還不是很夠 你確定要載我嗎 不用擔心啦 我是新手 所以我有新手運啊 各位 他有新手運 我他媽沒有 他是新司機 我是老乘客 你想想看 你在開車的時候講新手運 通常指的是 車禍發生的時候 你會是回 活下來的那一個人 所以我很緊張 那天星期天早上 他還是堅持要載我去 所以我就到那個地方之後呢 到那個地方9點鐘上他的車 上車之後 12點的活動 他中間好緊張 他迷路 繞路 儀表板那些按鈕 全部都分不清楚 結果 12點的活動 11點55分 我們還在距離 教會大概有半小時以上車程的地方 很遠喔 而且他越緊張 他就越開越快 我就跟他講說 欸不不不 你開慢一點 你開慢一點 不行啦 我們快遲到了啦 沒有不 你開慢一點 沒關係 今天就算不去教會 也沒有關係的 不行 我今天一定要讓你見上帝 等一下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成功的基督教教徒 因為當我們成功抵達教會的時候 我已經相信這世界上有神了 你知道嗎 信耶穌得永生 不用不用不用永生 只要撐過這30分鐘 我就是你的羊群 讓我們歡迎今天的新教友黃豪平 咩 我那天嚇到我差點受洗 為什麼最後我沒有受洗呢 是因為他跟我講說 豪平 你如果加入我們教會 每個禮拜我都帶你來 我愛殺蛋 我愛殺蛋 我愛入洗髮 多元成家萬歲 耶 雖然說我講說多元成家萬歲 我知道台下很多人 坊間有很多關於我的謠言 請不要再說我是gay了 真的真的 也不要再拱我跟曾博恩了好不好 很多人要我在博恩跟龍龍之間選一個 就我選曾博恩 至少他比較有錢好不好 OK 但我真的不是gay 我請大家不要再說我是gay了 不要再說了 不然我男朋友會生氣 好嗎 開個玩笑 我說真的 我有交過女朋友 女朋友真的是女的 我想過要成家立業 想過要結婚生子 但是我現在對小孩子有一點害怕 我不太敢生小孩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小孩子蠻可怕的 前陣子我飛了一趟紐約 全程12個小時的飛行航程當中 我睡都睡不著 為什麼 飛機上面有一個族群會阻止你睡覺 什麼族群知道嗎 小孩 不是小孩 死小孩 任何一個東西加上個死字 威力就瞬間大增 胖子 死胖子 大學生 死大學生 小孩 聽起來就是死驚搖滾的感覺 我那一趟搭飛機 我不知道你們搭飛機 遇到死小孩 大概遇到幾個 可能頂多就遇到一個兩個 我那一趟飛機 遇到四個 四個死小孩 這邊哭 這個 這個比較壯一點 四個死小孩組成一個交響樂團 超吵 根本睡不著 導致怎麼樣呢 我一下飛機馬上PO文幹屌 我PO文寫說 可惡搭飛機 遇到一堆死小孩 哭了半天 我睡不著 然後底下朋友紛紛 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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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有相同的經驗 我就發現 幾乎所有搭過飛機的人 都有相同遇到死小孩的經驗 我就開始懷疑喔 這會不會是航空公司的陰謀 你仔細想想看喔 如果飛機上面有一個以上的死小孩 那麼 誰還會care其他問題 我舉個例子 舉個例子 欸 你今天搭長龍 你覺得長龍的飛機餐好吃嗎 長龍飛機餐我覺得還好 但小孩好吵喔 你今天搭國泰 你覺得國泰的座位舒服嗎 國泰座位是還OK 但小孩好吵喔 飛機咻捧 墜落之後 你是唯一的幸存者 所有的記者拿著麥克風 堵到你面前說 先生 你是唯一的幸存者 你們什麼話要控告航空公司呢 小孩好吵喔 只要飛機上面有一個死小孩 其他的問題就不再是問題 你去聽他們做艙長 那空服員的耳機裡面 一定都在講說 A380缺一個死小孩 A380缺一個 補一個補一個 然後去其他飛機抱一個關 你以為那些小孩為什麼哭 因為跟爸媽分開 一切的謎題全都解開了 但我坦白講 我覺得說小孩子哭 家長要負很大的責任 家長應該要管好自己的小孩 我遇過那種 把小孩管得很好的家長 怎麼說呢 有一些家長 我那時候在飛機上面 遇到這個狀況 家長直接對小孩罵 他說 還哭 在鬧 要哭是不是 我數到3 1 2 然後小孩就安靜了 我一直有個疑惑 到底數到3會發生什麼事情 我一直不知道 因為我聽了半天 他們通常就講 還吵 在鬧 要哭是不是 我數到3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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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5 2點6 2點7 要不然就這樣 還吵 在鬧 要哭是不是 我數到3 1 2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1 2 你還要哭是不是 1 2 數完 請你數完 你知道飛機上面壓力已經夠大了 我一直聽到1跟2 聽不到3 我心情很改叮 強迫症快犯了 而且如果數到3 你就有辦法讓他安靜 你依舊拿出來嘛 搞得我們所有人很焦慮 我聽過最崩潰是怎麼樣 你知道嗎 他說 還吵 在鬧 要哭是不是 我數到10 1 2 3 4 5 6 7 8 9 我再給你一次機會 1 2 終於有客人受不了 跑去跟空姐投訴 空姐跑過來說 先生不好意思 你這樣已經影響到我們其他客人 可以請你不要再倒數了嗎 我管小孩幹你屁事 不是先生你這樣真的影響到別人 你走開你走開 先生 我數到3 1 2 謝謝大家我是黃浩平 謝謝 觀眾觀眾謝謝黃浩平 謝謝